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来到发达港场 我新比嘉嘉宾 在要财政圈研究部的经理 直要辉Stanley Stanley 你好 Stanley 这一节不如和大家看看市场上的股份 和大家看看蓝筹股 就是中移动 中移动股价表现今天做得比较少 现价在81元的位置 跌超过1% 今天最低见过80.8 跌的原因 不少的大小媒体都解读为 是因为大行税劲方面 下调中移动的投资评级被他沽售 目标价去到70元 理据就说 中移动在3G时代 已经很少财务负担 因为他的武企上市公司铺处的3G网络 不过来到4G年代 财务负担就不像以前那样 那武企就帮他摇取所有的财务支出 其实昨天我们每周股的环节 都详细和大家探讨了中移动 亦都说了他未来的一些好的因素 利胆因素 瑞银就以4G的年代 就给中移动一个负面评级 但你就以4G的年代 给他一个买入的评级 大家应该怎么解读呢 不是 这是观点以角度的问题 当然 你说中移动今天 你容许他精神一点 他今天是跌的 跌1.2% 但是和中电信和中联通相比的话 他跑赢的 跑出个字 这一下他就赢了 但是大行看法就是说 在4G方面 现在要自己背回数 现在资本开支 要自己给的了 这个是真的 这个不得不承认是真的 但问题是这一件事 说真的 即是年初说到现在 即是你说现在这个时间 又再说 是否一个合理的时间 或者是否一个新的观点 这个又不觉得是 而且如果你在公司 即是中移动之前 自己都说了 他说4G方面的投入 即是和你说三株相比的话 其实那个金額 只不过当时大概是三分之一 至四分之一 所以变相之下 那个金額是否很大呢 严格上 我觉得就不是 而且你都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本身对中移动来说 他现在公司 昨天都说到他的财务状况 拿着4600多亿的现金 说一句 我觉得又用不了那么多 当然现在这一刻 你科书是自己叫做 吃回资本性开支 但又不要忘记 如果你自己吃回 变相也不需要 可能向武器方面 可能租借这些器材 所以变相之下 你说是否一定是不理呢 我觉得就未必是的 但只不过 今天就 大行一唱淡 似乎和市况 又今天就 又不太走 再加上来 真的有点而行跌不成钢 看到他走势 都做得比较差一点 所以你说这些因素 都导致到股价 都做得比较 劳烈一点 但始终 你说我盲目地 看好他也是这样 本身我觉得 你说中移动 是否这么差 又真的不是 而且 始终你说 以科书的发展上面 对中移动来计 亦都是一个 比较正面的原因 因为昨天的分析都说到 你说科书的话 对中移动的帮助 其实真的很大 我反而看上 有没有大海那么负面 因为都刚刚说 官典要角度的问题 他看那边 可能比较是阴暗一点的 我看比较是直观一点 所以变相之下 你说中移动的 这些价位 我觉得都可以抠下 但当然 昨天的买入价值是80元 看这一转 到不到这个位置 如果到的话 不妨可以 做中长线的话 我觉得可以抠下 好 大行 除了4G 比较利胆因素之外 他也说到 现在中移动 同时操作着多个网络 和网络相关的成本 自然 送速提升 他说因为需要 扩大员工团队 和外判员工 同工同酬的政策 规定下 人力成本 低期的优势 就被削弱 又说到 相关的成本问题 除了4G 资本开支 又说到 操作多个网络 又要扩大团队等等 但这些因素 对中移动的影响 是否真的这么大 还有我想问回 那有哪个不是 是 你是劳工成本 那间间都是 你说要操作多个网络 现在这一刻 你从3G 到4G 一定会有多个网络 连运 所以这些因素 我觉得理据上 比较不足 如果你这样计算的话 假设 这样计算下去 你联统 中电数据也是这样 那为什么不一起 调低一个评级 当然 你有其他一些 我不知道 但如果以这个因素 去看的话 我反而觉得 似乎影响性 不是这间公司的问题 是板块的问题 但怎么也好 总结一下 你说中移动本身 没错 你说负面的因素 是不是很多 正如昨天说 的而且确 电信的行业 在内地方面 特别是现在这一刻 就是3G的发展上面 它有其他地方是不利的 这个是真的 但到4G的发展上面 始终公司有些优势 是暂时这一刻 我觉得是比其他两间优势 所以变相之下 它的股价 即是重新回来 它的股价 如果假设 真的有机会 去回8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真的可以一口一下 而且现在这一刻 你看到81元这些位置 如果你拉到环线 你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现在这段时间 80元这些水平的位置 支持力都很大 所以你可以说 正如刚刚开手说 恒贴不成说 他比较不好爭气 股价又不好升 但8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一个低级的考虑 好 你看80元 昨天每周一个环节 都说80元买入价 上网上去就没有止蚀 但大股股手评级目标 70元可不可以当是止蚀 70元的话 先看看图 如果70元的话 跌穿今年的低位 是75元 大股都看得很淡 各地的大股 看得比较淡 但我觉得 现在这一刻来说 即不可以75元 即80元这个位置 我觉得已经有很大的支持 所以基本上 一来没有看得这么悲观 二来就是说 80元这个水平 应该有个支持力度 所以变相之下 我觉得短期 又不需要这么悲观 我觉得这位OK 其实最近最后包回到底 打回原场 就说如果内地政府 可以在末季 发放4G牌照 和中年动 可以今年之内 和苹果在iPhone层面上 达成合作 将可以成为股价的正面催化 所以负面又说了 正面又负了 其实这份报告 是否说完 有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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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都说了 期望一输 你问我 既然公宿部都说了 今年年底前发牌 也曾经说 一股都说 基本上 苹果都有个制息 是给TD 所以基本上 如果假设 正如之前一些消息所说 中移动在18号的时间 真的可能会发放 即是有个公布 或者有个新的品牌 叫做和的 可能是4G 甚至乎 可能是顺势 听到iPhone5S的话 其实就等于 如果不断计算 那份报告 这么长的篇峰 好像四十多版 我听同事说 如果这样计算 里面都说了 他真的不能输 但对我来说 始终中移动力 现在这一刻来说 我对他重心很大 而且你可以说 科书的帮助 真的会显著 特别是和其他联合商相比 他会有个 贏面比较大的 所以都是那句 如果这一刻来计算 80元 我都希望到价 到价才能买得到 买到的话 我觉得这个股份是值得长差的 谢谢大家 不如和大家看看 现时内地电讯股的 最新股价表现 走势上 中移动跌1.05元 中联通跌2元 中电讯跌7元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一节回来 是问答环节 家庭观众 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随时打电话 来给我们 电话是204-6566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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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